人权工作者李明哲 2017年被中国法警一左一右 抓住手臂出庭的画面 让人记忆犹新 近来也传出好几起 台湾人到中国遭受不当对待的事件 陆委会就统整各种可能的样态 像是有摄影师去摆摊 就被留置征讯 如果攜带抵触中国意识的物品 很可能遭叛刑入狱 还有参加旅行团被带走征讯 甚至拘捕的 更夸张的像是 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 入境后直接被消失 像有一贯道的道卿 只不过带了数十推广小册 就被逮捕拘禁到现在 那也有政党人士到中国 被他们相关人员拦查 询问政治上的相关的部署 选举的动作 所以这些都是不可测的风险 王定宇举例 台湾人无论身份行业到中国 都有不可测的风险 而且今年七月起 中国将进一步执行国安新规定 可以任意抽查民众手机电子装置 还有一贯道的信徒 连携带速食的宣传书 目前仍被关押 如果过去曾经对中国有批判的 在中国这一个没有人群的国家 随时都可能会被国资罪名带去征讯 任何国家政府一旦拥有这种自意妄为的权力的时候 这是侵害人权 我们是建议为邦不入 悲屈不可的话 真的建议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 中国加强国安管控台湾人要去中国 真的得再三考虑 国民党一直以来都很不喜欢人家去抹红他 可是玉惠节每一次当中国举办什么海峡论坛 那种相关的活动 国民党的人都一付这种选我选我的感觉 就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去申请 好啦 尤其是这一次云林县长张立善 这个礼拜六也要过去参加海峡论坛 那他现在怎么讲 他说赖清德也有讲啊 就是要交流啊 他说希望藉由两岸对话 促进双方交流 这也是赖总统的目标 我们就是希望台海之间能够和平 反正现在如果去中国都把赖清德 拿出来说就对了啦 蓝玉惠节 其实台海之间 我们台湾人最希望的是和平 因为大家这个如果有钱赚日子好过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战争谁不要 但今天呢请张立善县长 你要搞清楚 到底是谁不要和平 是谁老是对台湾来指手画脚 我跟各位讲 我们最近其实传出来很多很多 台湾人到中国去被人声骚扰的例子 像刚才定义委员 他在那个新闻片段当中 有那一贯道的道清 那我们在脸书上面还看到的 就前一阵子有一个 去南京办书展的一个行动艺术家 他本身是一个摄影师 结果竟然是被脱光带到小房间里面去搜身 那我们自己也有看到很多在这个脸书上面 是上海 他去上海的台商 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结果现在居然在上海会被他们的公安 叫他把身上所有的东西 包括钱包都要打开来给公安来检查 今天还有一条新闻 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香港去 结果香港被香港的警察包围 那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 然后另外一个就在记录 他就跟他讲说 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也是包括钱包 全部都拿出来 他叫你把护照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以后 然后还顺便还酸了他们一句 你们来香港不就体验 我们可以给你搜身检查吗 跟他这样讲 对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么样的长感 张丽善 你还要去中国 中国不会对你搜身 中国也不会叫你打开钱包来 给大家来看 看你到底带了什么东西 是因为你跟中国是好朋友 是因为他们知道 你去中国了以后 你对台湾会有产生一种副作用 会产生影响 会有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赖清德都不跟中国谈 就是你嘴巴里面所讲的这些 就是张丽善想要去中国达到的那些 就是中国想要利用这些 在台的协力者 那他们想要做出来的事情 刚讲王洪威 我深思熟虑了一下 我知道王洪威为什么了 王洪威因为他不怕 他觉得如果全面罢免 如果说改选的话 他反正也是选得上 而且更大的好处 他过去也时髓之位 还记得吧 他选议员 议员补选 然后这样一次77万 然后马上又182万 就短短70天内 他就赚了259万 如果在全面罢免以后 那在全部再改选 就是整个国会 全面改选也选得到 他就再选一次 还可以再领一次 所以这样子赚 可能比较快 他是不是这样想 所以他管你业人资 他管是谁 其他人到底会不会被罢免 他一点都不在乎 他只是觉得说 只要我在我的选区里面有把握 然后只要我选区的民众 反正看到蓝鸟 就把它倒下去 那这样子他就赢了 那我要再问一个 是另外一个 你们国民党到底知不知道 这个你们在立法院里面提了 修了什么法 老实讲我是真的觉得不知道 不像刚才委员所讲的 再不然不会 今天 今天翁晓玲又出来讲什么 又出来讲了 这个国民党这个那个叫做什么 宪法的国母 他出来讲什么 他出来讲说 立法院我们要有调查官 什么立法院要调查官 因为他们认为国会调查权 还不够完整 上次修法没有清楚的要定立有调查官 所以他觉得要补修 要把这个立法院有调查官 这个要再加进来要选 然后那个要修 结果人家就问他说 那立法院调查官要什么条件 立法院里面很多职员 有学过法律的就可以来当调查官 反正调查官就跟检察官一样 他只要有学过法律就可以 那既然有学过法律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走司法体系 你为什么不让检察官 好好的去问案 你在立法院里面 跌床嫁屋 再弄个调查官干什么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立委的水准 这个就是他们到现在 准备在立法院里面 这个大展拳脚 在那边搞乱台湾民主的一个野心 是 国民党现在是不是 真的嫌疲太多 等一下回来美眉姐 我们继续来补充